本來這兩個禮拜呢 大家還有點窃喜 習近平中風了 就算不中風 應該也身體不好吧 但是這個矢板先生 你說你的觀察不是這樣 而且你說 習近平最大的這個問題 最大的危機 不在於說他身體不好 而是在有人逼宮 在中國有人敢逼宮習近平嗎 我覺得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先說中風 我覺得習近平沒有中風 但中國的經濟確實中風 這個現在是中國經濟 是非常非常慘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前不久召開一個 這個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上呢 今後的五年的經濟計畫 洋洋灑灑 就是兩萬兩千字三百條 推出來之後呢 推出來之後 整體上中國的股票應聲而勾 大家本來是利好 但是大家擺在當作利空 就是中國現在的 中國經濟的 大家稱為三大問題 一個呢是中國的不動產 現在快崩盤的問題 一個是這個銀行的 呆賬死賬的問題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地方政府的負債問題 對 這三個問題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已經病入高荒了 要馬上做手術了 但是說現在這個洋洋灑灑 三百條經濟對策 完全沒有提 就是說他不承認自己有病 他說那些都是養生的 什麼早晨起來要多喝水啊 飯後要散步啊 都是一些完全沒有 沒有承認自己有病的狀況 所以中國經濟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 那麼我認為習近平呢 最近雖然習近平 網上傳聞有什麼政變啊 兵變啊 習近平中風啊 這些都不是事實 所以習近平現在已經出來 而且看著很健康 但是說呢 習近平的權力 確實受到很大的阻力 他的政治的這個向西能力 確實是跟以前不一樣了 首先呢 我們第一個看到就是 三中全會之中呢 中國的新華社發了一篇 叫改革加習近平的文章 這篇文章發出24小時以後 全面撤稿 這個稿是誇獎習近平的 對啊 個人崇拜的 這個稿子完全撤回去的話 受傷最嚴重的是習近平本人啊 就是大家會懷疑 到底哪裡寫錯了 是不是不應該誇他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三中全會的公報裡面 我們常注意的 就是說我們一直觀察 中國才注意到的 就是什麼呢 習近平的六個婆婆又回來了 習近平二中全會之前的 中國的政府的公報 政策上的重要文件啊 一定要寫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這六個寫上之後 才有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等於說 習近平是排第七的 但是在二中全會 一年半以前 二中全會呢 這六個人消失了 只剩習近平了 終於婆婆不在了 自己可以說個算了 但是這次三中全會的公報 這六個婆婆又回來了 為什麼又回來了 就說明習近平的權威 受到了就是質疑 我認為就是 如果沒有這六個婆婆 習近平說什麼 都他一言堂 但是有這六個人的 各種理論在上面的話 習近平他的說法 可以受到別人的挑戰嘛 因為你可能 違反個 摸摸摸摸摸摸 這是一個問題嘛 另外一個我們還看到 就是說最近 李強跟習近平的關係 並不是很好 李強的多次講話 很少提到習近平 還有一個呢 是王小洪 王小洪是習近平 一手提拔上來的 現在是公安部長 王小洪這幾天的講話 一直有故意地避開習近平 都用 該用習近平的地方 都用到黨中央 所以說這兩個人呢 大家認為是有情緒 為什麼有情緒呢 就是說李強呢 他應該是中國歷史上 權力最小的總理 習近平不能夠放權 王小洪呢 按照他做公安部長呢 應該就是進入政治局 升任這個政法委書記 這個也沒有做到 所以王小洪和李強都有 有情緒 有情緒不要緊 而且情緒也表露出來了 這個我覺得是有一個問題的 還有解放軍 解放軍呢 7月18號 這個三中全會閉幕 按照過去的慣例 解放軍馬上召開會議 學習三中全會精神 結果一直拖到29號 才開一個不疼不養的會議 所以說呢 我覺得這些人呢 在明面上在 就是說暗地裡抵制習近平 所以說一個 這個一個國家呢 需要的 我們就管他 需要這個槍桿子 筆桿子 毛澤東說的嘛 槍桿子就是軍隊嘛 筆桿子就是宣傳的嘛 然後呢 還有刀把子 就是警察嘛 然後還有錢袋子 就是有錢嘛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那麼現在呢 掌握槍桿子的軍隊 跟習近平最近一直整個軍隊嘛 跟習近平有矛盾 那麼筆桿子 中宣部 大家想改革 改革加習近平啊 這些又放起來又消失嘛 中宣部也有問題 然後呢 刀把子警察 王小洪現在在反彈 然後最後錢太子 李強也在反彈 所以說這些人 一起發作的話 我認為習近平 特別你看最近的人民日報 連續這個三中全會之後 人民日報報導 習近平的篇幅大幅減少 已經好幾天習近平沒有上頭版了 所以說我覺得習近平的這個權威 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不過中國經濟會不會是習近平最大的這個危機 也醒到這個石板先生 因為這個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已經講了嘛 中國現在產能過剩 然後現在開始低價傾銷 所以他呼籲世界各國 大家要團結起來 要對中國施壓 讓中國的經濟模式可以改變 那這個力度到底有多大 而且剛剛敏寬提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可思議 你觀察中國很久 中國現在居然股市可以蓋牌 每日外資的 每天外資的這個出入的數據 居然可以不公布 這到底是已經到了 什麼樣的這個狀況 股市怎麼可能 每天外資這個出入可以不公布啊 這個石板先生怎麼看 我覺得中共它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對他自己不利的數字 他就蓋牌 這個是其實過去 就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是 從這個不透明一點點走向透明的 但是從習近平這幾年 他最明顯的蓋牌 就是比如說是中國疫情期間 到底有多少人染疫 有多少人重症 最後打疫苗有多少人有副作用 這些所有數字它基本上是蓋牌 或者它那個數字跟別的國家的數字 這不成比例的嘛 可是以前經濟數字他們可以修啊 修得很漂亮啊 但是現在修修修 它因為經濟數字是連動的嘛 所以說它這個數字修完以後 跟這個數字就解釋不通都不容了嘛 而且這個事情越來越多 但是說它的經濟數字一連串蓋牌 會產生什麼作用呢 就是外資逃離中國 最近有一個非常大的 就是日本的日本製鐵 日本最大的鋼鐵廠 跟中國的上海寶山鋼鐵廠合作了50年 然後最近決定退出中國了 不跟它合作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 一個象徵的和日本的合作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中國的就是一個是排外嘛 另外一個你們不按 是按經濟邏輯來運作 還有一個就是數字蓋牌 我們不知道中國將來哪個是真的 所以說我們投資一定要有一個計算 有個計劃嘛 你的數字是假的或者你不告訴我數字的話 我沒辦法定計劃 所以說最近不光是這個日本製鐵 很多外資紛紛從中國在撤離 所以這個會是習近平將來的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也是未來中國經濟一個必然的趨勢嗎 我認為就是說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這個三中全會 如果說是三中全會 它能夠正視自己的問題 先承認自己有病 然後配合醫生去治療 這個也許還有希望嘛 但是說你別人怎麼看 你都是已經病入膏肓了 你不承認自己有病 而且完全不想治療 這樣的話中國經濟只能越來越糟 嗯